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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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會推動這個 就是 給這個未來 世代的一個 這個美感教育計畫的一個 等於是提案 那其實 跟這個國美館的一個任務 是非常有關係的 我們在2022年的時候 我們有成立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兒童藝術基地 然後 我們國美館也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機構 這個機構就是我們的教保中心 它其實就是一個 應該就是說幼稚園吧 我們應該是全台灣唯一有 幼稚園的一個美術館 所以我們就有了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期待呢 就是能夠把我們的館長 把我們的這些研究的成果 把我們的展示的這些成果 化作美感教育的一些教案 一些這個實際可以運用的 那麼讓這些小朋友們 他們從最小的這個年紀 就能夠接觸到台灣美術史 就能夠在台灣美術史的裡面 建立他們的這個文化意識 然後呢也能夠在台灣美術史的裡面 學習所謂的台灣的美感 那我想這是一件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美感教育是一種感知美好事物的體驗 感知美的能力是透過許多的經驗 累積而成 期望國美館交保中心的孩子們 能夠藉由社區豐沛的自然環境 勇於探索 讓幼兒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 培養孩子與環境連結的美感能力 在國立台灣美術館生活的孩子們很幸福 這裡擁有豐沛的自然環境與藝術資源 也是孩子們最熟悉的生活環境 中心藉由課程的安排 規劃每日的例行活動 孩子們藉由館區散步的經驗 探索與觀察社區裡面的 藝術家與展演活動 也因此深入了解國立台灣美術館 在我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每天從一早的例行性活動開始 就開啟了孩子們美感的啟發 上學期老師帶著孩子們 從生活紀念出發 探究我們的社區國美館 從課程中老師引導孩子們 觀察和經驗國美館的建築和內部空間 老師一步步的引導孩子們 將觀察轉化為每一份 屬於自己風格的視覺藝術作品 在最後的高峰活動 透過和家人的分享 成為小小導覽員 在過程中 孩子們更加深了對國美館的 歸屬感和連結 這學期我們透過藝術家的典藏作品 孩子們連結到教室內 學習區的迷宮桌遊 也在校園散步時發現 Betting廣場地板上的線條好像迷宮 孩子們稱它為地板迷宮 於是我們開始發想 很多不同的迷宮遊戲 在遊戲中 老師引導孩子們覺察 地板上線條的脈絡 加上散步到國美館的星光草皮 我們發現了藝術家 因為在國美館讀書 所以其實它有很多美術創作相關的學習的機會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學校安排 孩子帶著家長來導覽整個美術館 然後他就帶著我們一區一區的看 一區一區的介紹 我超級驚訝 因為他很熟悉 他很有自信 好像這也是他的家一樣 他有一個歸屬感 有一個認同感 我覺得真的超酷 小時候都是假日的時候才有機會來到美術館交遊 但是沒想到自己的孩子 每天都可以來到美術館交遊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學校 太幸福 真的太幸福 因為小孩子下課之後 他們一定會要求要在那個教室的外面 就是開始奔跑 然後呢我覺得他們奔跑了之後 他會開始跟你介紹 媽媽我跟你講這個是 是這個是什麼 然後那一隻鳥叫做夜鷹 所以說你就會發現到其實孩子 就是在那個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其實他對於大自然的認識 是認識了非常多的一些 我平常不太會去教他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他最大的改變 就是在生活治理的部分 因為學校老師都會 從一開始漸進式的引導 他們會用比較自然的引導方式 或者是那種興趣的引導方式 去輔助小朋友學習一些內容 而不是那種強壓式的 或是強迫式的那種學習 我爸爸也有戴眼鏡 我爸爸也有戴眼鏡 我爸爸沒有戴眼鏡 我喜歡玩學校跟同學可以一起玩學習去 後來不會拼拼圖現在會了 我以前不會畫畫 後來會畫畫了 我以前會拼拼圖 可是沒有拼得很好 但現在我覺得我自己有練習過 所以拼得比較好 很多玩具 還可以跟同學一起玩 我喜歡玩 我會變很多東西 我覺得我很厲害 最喜歡去美術館看展覽 最喜歡在外面玩 我也喜歡在外面玩 我也很喜歡 喜歡 喜歡 我可以看到你 我對… 你太好了 很喜歡 我不要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